香蕉可以說是這個季節 最對食的水果 可是好像很多學問 是不是啊 譚老師 像我自己買香蕉 我買各種不同熟度的 因為第一個 你的保存會比較久 然後吃完之後過兩天呢 你那個綠的就熟了 所以綠的是比較深的香蕉 對… 我們知道有時候人少 那你買一串香蕉回家 會非常的困難 對不對 像我呢 就是第一個會把它剪成一根一根的 像我這個已經一個禮拜了 可是為什麼都沒有爛掉啊 因為我買的時候 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會洗 為什麼 因為你剪了之後 這裡會有一些汁液 那我會洗乾淨 那洗完之後呢 把它擦乾 我一定會準備一個那個盤子 做出我有的香蕉是 一根一根的放 然後也不會蓋蓋子 而且我會放在我們家 溫度比較低的地方 就是譬如說脆到冷氣 它就會慢慢熟 你不要每段一熟了 你一起要吃它很疲於分泌 對 那你一根一根的話 你可以慢慢吃 所以你買來一串 你會讓它分開手就對了 對 我們知道這個香蕉呢 它會後手型的 它如果你一串放在那裡 它手牽手 哇 以兆一起放出來 對 這就很麻煩 有些人要拜拜 就會把水果放在一起 這個會有一些問題 像木瓜 奇異果 蘋果 還有酪梨 都是後手型的 那它都會釋放以兆 尤其如果你把蘋果跟香蕉 放在一起 香蕉會浪得很快 但是我們也知道 我們的酪梨有時候 很急著要吃它 它又不會熟 對 其實你就把它跟香蕉 然後一起放在一個保鮮盒裡面 它很快就會熟了 它會推熟它 所以香蕉吹酪梨 蘋果吹香蕉 所以你就是記得把它切開 一根一根 那你經過清洗之後 然後記得擦乾 然後放在你家吹得到冷氣的地方 對 不要悶起來 這很重要 你如果說已經到了這麼熟了 你用還沒有時間吃它 其實你可以用保鮮膜把它包起來 就放在蔬果箱裡面 那如果說又更熟了 你可以把它剝開 然後放在冷凍庫裡面 我也是這樣剝 對 營養學來看 其實香蕉裡面最多就是 纖維素 維生素B6 還有維生素C 這種青的香蕉比較深嘛 所以裡面抗性澱粉就比較多 理督上這種香蕉 是會比較稍微甜一點點的 但是如果你比熱量的話 是這個比較多 但是營養價值差不多 那香蕉是適合每一種人都可以吃嗎 其實理論上它裡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甲粒子是高的 蠟粒子是低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蠟粒子會升血壓 甲粒子會降血壓 所以理論上可以控制血壓 還不錯 但是你知道嗎 甲對腎臟不好的人來講就是一個壓力 所以如果你腎臟不好不要吃太多 但是一般正常吃這個 是可以控制血壓的 重點是因為它腥微素很多 抗性澱粉又多 所以理論上 如果減肥的人先來兩根 就等下就比較不會吃這麼多 好不好 這個營養價值是不錯的 就是說你要做鹹香蕉是不是 是 要怎麼做呢 其實也很簡單 你看我就準備了一些蝦子 對 然後起司片 吐司去煸 當然你可以不要用吐司 你可以用餃子皮 你也可以用那個春捲皮 反正你就是都可以 那甚至你自己烙一個 那個麵粉皮來包也可以 我們就先把這個吐司 就先這個把它用這個擀麵杖 擀麵杖 擀一下 讓它壓平 我是用擀麵棍擀 對 把它壓平的感覺 那其實你就是加了一點這個 起司 對 然後就是我們把它鋪上去就好了 鋪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只要放一個起司片 我們還是要加蝦子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足夠的蛋白質 建議大家燙一下 那你也可以加什麼呢 巧黃瓜 還有什麼這個生菜絲都可以 然後呢 我們就再放上一片 要用擀麵杖稍微擀 壓一下 壓一下就好了 其實如果你有烤箱 就直接進烤箱好 也可以就對了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烤箱 所以我們就煎的 就是把它烤到那個起司有點融化 然後這個餅皮有點點酥脆 這要拌麵嗎 其實可以不翻 其實現在很多那個熱壓輔司機 壓一下就好 不要像我這樣做一整片的 你可以是做那個 就是把它捲起來 春捲這樣 對 香蕉捲在裡面 然後再加起司 對 開始一點融解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翻麵了 稍微翻一下 來 稍微的就給它翻一下 那這個就是看你 還沒有很焦的感覺 還沒有很焦的感情 因為我們沒有油 如果你有油的話 它這個黃的會更快 但其實我們就稍微 有一點脆度就好了 也不用到全熟 因為加熱的目的 只是讓起司有點稍微融化 對 因為我東西都是熟的 是 對 對 那這個呢 就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可以對切就可以來吃 對 很可以耶 當然啊 來來來 切完之後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介紹給大家的 鹹的香蕉料理 滿滿的蛋白質 還有豐富的澱粉 這真是優質的澱粉 介紹給大家 一樣 還有看 我們能夠更快 今天有些藏口 有數字 有怎麼跟動的 醬型 有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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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